我用尼康用了十多年 现在我跟你说 我尼康原来十多年拍的那些照片 我看都不想看一眼 我看见我都难受 他娘的 害了我十多年 但是我也得感谢他 这十多年 最起码让我个人有饭吃 有车有房有家庭 啥都有 而且我可以任意买所有的相机和器材 那我感谢尼康 感谢我自己的努力 尼康相机 其实我从前十年 5D2的时候 我就想换佳能 我每年都想换佳能 佳能只要出来一个新相机 其实我都买了 你包括他的5D2 5D3 5D4的时候 我就彻底转入佳能了 我转是佳能 现在目前已经四年了 所以说 我原来我跟你说 我用尼康的时候 我特别讨厌佳能 我看见佳能 我就看见他讨厌 我就觉得 这不是专业人用的 感觉他那个成像 紫拉巴唧的 粉拉巴唧的 我看见都难受 色彩没有一张正常的 后来通过自己 不断摄影功夫的提高 和对摄影的理解 对器材的不断沿袭 越来越发现 目前 这几大品牌里来说 佳能确实好 他那个好呀 是你功夫 摄影功力 或者说 你对摄影的理解 对相片的理解 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才能理解他 为什么好 你比如说跟你说 你理解不了 你只有你功夫 到那份上了 你才能理解 这就跟爬山一样 你从这山底下往上爬 我站在山间上 老告诉你 哪块看见什么风景 你不信我 你不信我 你爬到那之后 你自然跟我一样 你也能看见 那没景了 是吧 都在高窗 所以说相机镜头和机身 这个大同小异 不懂的人看都一样 当你越懂的时候 你越追求的是 那细小的区别 因为那细小的区别 就是致命的 就是技术的核心 所以说所谓的 行百里者 办九十九 就是这个道理 你所有东西都做得好 你就那核心东西 你掌握不了 所以说我为什么不碰副场镜头呢 我现在告诉大家个秘密 佳能镜头也犯坏 只有它的顶级镜头 给你呈现真实 自然 通通 显向力极好的这种素质 佳能 做了一款851.4L 这镜头 这镜头就是糊弄事 奶奶的 我当时 九千九百九十九买回来 而且我是两进两出 851.2L两进两出 就为了盐把它弄清楚 害得我 所以开始我用851.4L 太好了 为什么呢 又通透 长下色彩好 鲜艳 胶外一点也不差 不像大家老诟病的说 它胶外比较乱什么 真的没有 851.4L的胶外也是非常棒的 而且成像 特别锐利 色彩特别通透 舒服 但是为什么我两进两出 把它卖了呢 最后还是用到 我特别讨厌的 EF851.2呢 真的不是胶外的问题 也不是那1.2大那点光圈的问题 那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851.2拍出来的照片 立体真实通透 显像性好 虽然它灰 雾 那我都忍了 为什么呢 851.4L拍出来的照片 那么好 那么好 但是你看 但是你看久了之后 它发晕 是吗 它让你眩晕 你知道吗 我说的这个眩晕 不管是摄影专业人士 还是说一般摄影爱好 不好阐述明白 我只能说 它看久了 让你就跟晕车的感觉一样 这个照片看着其实不自然 不舒服 这就是镜头的核心 所以说你看它那么好 那么棒 我最后把它抛弃掉 那你还别说副场镜头 你想那个腾龙 那个洋葱圈 还有找出来那个照片 轻飘飘的 那感觉 那就不舒服 那都是通过镜片 成像造成的一相片 你看佳能现在设计那RF的51.2 哇靠 那他们拍出来那个照片 就跟一个东西 直接放这一样 让你就看到了一个实物 在这放着 就没有任何通过 十几片镜片反射和折射 出来的那种效果 没有 它就像一个东西 咔 拿着给你往这一放一样的感觉 那么真实自然 所以为什么 它贵呢 我 懂的人还是挺多的 那核心的东西 真的不是说51.2 就是光圈大 焦也好 真不是那么回事 它通光量也不一样 它照出来那个照片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 我也建议大家 只要说愿意花钱 为摄影付出 别碰副场镜头 副场镜头 好吗 真的好 但是 还有比它更好的 原厂镜头 如果说 你用的是 佳能相机 一定选它的原厂L头 不带L的 一律不用 如果你用 如果你用 尼康机身 尼康相机 一定要选它的顶级镜头 不要选它的 那什么镜头 是吧 你用孙女的话 那肯定是孙女它自己的原厂 蔡司的和它的鸡打丝头 复视 复视不用说了 你就直接用它复视 不要选择 我最早搞摄影的时候 我当时用尼康 所以说 前几天又有一个这个 营友爱好者 其实他也搞点专业 一个人跟我说 郭老师 哇 头力现在出了一个51.4 太牛逼了 比原厂51.2都好 哇 天天跟我说 给我发照片什么让我看 我心里就笑了 我说我根本不碰 副厂镜头我不碰 不管它好到天上也不行 他说这头力现在就是 原来那个宾德原厂 那什么 你放心什么的 我说它再好我也不用 我有 我有 你看 我有加能这原厂 为什么呢 我他娘学费交的太多了 我在摄影这条路上 就把这些相机和镜头弄明白 我花了得有十几万了 我跟你说 十几万可不止 为什么呢 每一个镜头 我买了卖 卖了再买 好几千就没了 你想象尼康 二百定和加能二百定这种镜头 我买回来再卖出去 一下就赔七八千 一次性 这一镜头我就赔七八千 那都是学费啊 真金白银的全都是学费 包括这个镜头 机身 电脑 你像加能机身 我从一DX3 一只5D4 5DS R6D 就全有就现役的最好的相机 全有 V单我也是R R先买的R 把R卖了之后买的R6 不是买的RP R5 然后最后才用到现在的R6 那我那些相机都钱都全花了呀 赔钱 卖了 那不都是学费吗 所以说 通过我花几十万 几十万的这种 学费 我在这里忠告大家 如果你喜欢摄影 如果你对摄影有极致追求 不像现在大家做Vlog 弄个驶马镜头 腾龙镜头 能出影就行 卡卡卡露相 什么那个是腾龙的2875特别好 什么腾龙的 什么驶马的那个351.2特别好 特别牛 那个大家摄像用用 我对摄像不是特别懂 我对静态影像研究特别深 我不是特别懂 大家如果说觉得腾龙世马好 你们用我不反对 但是我在这里 我这期节目就是做给 有极致追求的人 看的 如果你是一个极致追求主义者 和完美主义者 那我告诉你 副场镜头 别碰 好好用原厂的顶级镜头 这是我们完美主义者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 观看 很多方言都已经快要消失了 或者说已经消失了 所以说把我一个摄影师逼得赶紧做方言的节目 我着急呀 所以说呢 我也喜欢 我最近做了这个陕西话之后 杀不住闸了 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太多的词需要我记录下来 或者录下来 所以我都没有做摄影的节目 现在基本上都是做的陕西话的节目 今天跟大家讲一些我输录的词 然后呢 把陕西话一定通过影音记录下来 还有就是说陕西人管板凳不叫板凳 管板凳叫半床 半床 你怎么能跟他哪有半床 哎 半床 板床 他这来的啊 他不叫板凳 他叫半床 这也是一个一个词语 一定要研究这个词怎么形成和怎么来的 我以后慢慢研究 我先通过影音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当时怎么说的 先这样 然后 有机会再给大家细讲每一个词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每一期琢磨做的时间太长了 大家没有耐心 给大家讲一些词 我也不把它归类了 就是我记录了什么词 我就给大家讲什么词 讲到哪 算哪 因为我基本上也不想做学问 我只想把陕西关中方言 通过影音的方式记录下来 呈现给大家 呈现给后人 所以说 我也不做学问 以后供他们研究 我只是做一个 计时记录 我们当时怎么说话的 都是什么词语 大概是什么意思 我跟大家讲透就行了 我不想把它归咎成学问 我只做我自己 我不代表关中 也不代表陕西 我就是我自己正宗的观中人说观中话 今天给大家说一些词 比如说 比如说 陕西人说脑痒 说这戎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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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d 熬,熬,我们老家人说熬,熬,所谓人骄傲得很,我们所谓人熬得很,叫熬得很,熬读熬,跟我读熬是一样的 还有爱是呃,安是呃,它都有一个上喉,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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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音只有国际音标可能才能解释 一般情况下这个这个汉语拼音,拼不出来这个音,呃,呃,你怎么拼呀,没法拼 啊,还有陕西人,陕西人有有些人在这个这个网络段子里边老有 陕西人管上一叫鞏,裤子叫腹,这其实在我们家不是这样 陕西人管厚一点的衣服,叫帽,管薄一点的衣服,叫扇子 管这个T恤什么的叫呱呱,呃,你学会了吗 这块我跟大家细讲一下,什么叫傲,傲一般指的是厚一点的衣服 例如说棉袄,啊,棉袄,棉袄,甲傲,甲傲就是,甲傲就是什么呢 一般就是双层的衣服,甲,呃,我年纪,我小时候的时候,呃,老人穿的有一种甲背心 就是这个马褂,马褂是双层的,这就叫甲傲,甲嘛,甲在中间了,甲,甲两层才叫甲 甲,叫甲傲 甲傲,这是厚一点的衣服,叫傲 甲傲,薄一点的衣服,叫扇子,不叫傲了,啊,上衣 扇子,就是衬衫的意思,扇子,就是薄一点的,你这个开肩的这衣服都叫扇子 扇子,就是衬衫的,扇,扇子,啊,薄衣服叫扇子 那洗宝的,你像我这背心啥的,陕西人就叫呱呱,哎,嘿嘿,叫呱呱,啊,不管你穿的是背心还是T恤 陕西人,观众一律叫呱呱,哎,裤子就叫裤子,啊,裤子 鞋叫海,啊,尾伯叫尾伯,啊,尾伯,他管这个伯叫扑,啊,你想这扑汉,扑汉,这叫扑汉 后边这叫扑浪骨,扑浪骨,啊,这是,这是陕西的一个词,上衣怎么叫,裤子怎么叫 上衣为什么这么叫,薄的厚的,啊,吃完饭了,吃撑了,陕西人怎么说 他不说吃撑了,他说,哎呀,吃的变的,往上吃的变的,哎,吃的变的 就是吃的豆子特别撑的意思,往上吃的变的,哎,意思是,我吃撑了,豆子胀 啊,这叫吃的变的,啊,绝望了,心灰意冷,啊,这个词,在陕西怎么说 哎呀,这事一下,把人弄得焦虑的,一下把人闷住了,没办法弄 陕西人说,观众,啊,观众,啊,哎,我以后把人弄意忘了,弄意忘了 就是,这事太难了,一下把人打击的,缓不过劲儿了,就叫意忘了 哎,这是个词,把人弄意忘了,嗯,还有一个词,嗯,傲剑,傲剑,哎,其实就是煎熬 煎熬,在观众话上说,是傲剑的,傲剑的意思就是,痛苦的煎熬着,叫傲剑 它跟煎熬,还不一样,但其实就是煎熬这个词,但它这个痛苦程度,比煎熬难受一点 痛苦的煎熬着,就叫傲剑,啊,把人傲剑,意思是,很痛苦的熬着时间,叫傲剑,啊,就是煎熬的 还有就是,比如说心烦意乱,心烦意乱,陕西人怎么说 陕西人说,忘乱的很,哎,忘乱的,忘乱的就是这心烦意乱 比较烦,啊,不高兴,啊,不高兴,这叫忘乱的 啊,心情不好,这叫忘乱的,啊,忘乱的,忘,忘想的忘乱 忘我们都忘,啊,你比如说,希望,我们都希望,啊,忘长成内外,啊,忘长成内外,啊,内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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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忘,我们都忘,忘,无安忘,无安忘,但是你说,狗忘忘忘叫,我们又都忘忘忘 忘,忘,忘,忘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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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的东西不一样,它发音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这个,我们把所有的忘都都成忘,不是,就是说希望的忘,我们都忘,啊, 望向远方 望 因为咱们汉语评语里边没有望这个呜 这个发音 呜的发音也没有 呜的发音也没有 这在国际音标里是都是有的 你比如说 肉夹馍 肉夹馍 我们说肉夹馍 呜 呜 呜 羊肉 鸡肉 猪肉 呜 鸡肉 羊肉炮 这都是肉 然后望望 呜 没有这个望 望你本来是望望 汉语评语里没有呜呀 没有呜什么这个 我们都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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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这个音 呜 还有呜 还有呜 呜 你说 克里马斯 呜 还有一个呜 呜 克 克里马斯 呜 还有呜 呜这个音 它有好多是国际音标里边的词 发音 呜 呜 所以说你看 呜 陕西人 管厉害叫什么 管 软弱叫什么 呜 陕西人管厉害叫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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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厉害 霸道的意思 叫呜 呜 啊 这个软弱 的人就叫怂 他懦弱 软弱就叫怂 我怂的很 刺怂 最要是他特别没骨气 特别软弱的时候就叫刺怂 不是像北京啊什么 说怂是软弱 我们说外塞刺怂 刺怂是他不厉害不凶猛的意思 就是叫刺怂 刺怂 外塞刺怂 这人凶得很 不顾命 例如就是说一不怕哭 二不怕死 就是凶 这就是叫外的很 外人外的很 恶的很 这就是说这个人厉害 还有这个词 叫刺怂 刺怂 都行 意思是这个人磨蹭 慢腾腾的 陕西人说 刺怂的很 意思是他做事特别慢 刺怂 太刺怂 这都是一些特别 特别这个个性化的词 自拧 你不要跟我自拧 诶 这就是你别跟我别扭着 别扭着就叫自拧 那还有一个词叫自拧 你家里来人了 你干嘛人自拧干了 意思是你给我把这个人照顾一下 打个招呼 招待一下 这叫自拧 就叫自拧 那啥里 那他为了自拧人 自拧人就是我照顾人 招呼人 招待人 就叫自拧 诶 你看 这个词 自拧 自拧还就是有应酬招待 家里来人了 你给我自拧一下 自拧就是你给我照顾一下 招呼一下 这叫自拧 还有就是陕西人管 常叫常 不叫常 你给我尝一下 这味道咋香 意思你给我尝一下 这是尝 尝一下这味 它叫尝 这又是一个味 诶 这饭咋香 整个尝也好 尝个味 尝这个饭的味 就叫尝 不叫尝 陕西人水开了怎么说 他不说水开了 碎甲了 碎甲了 碎甲了就是水沸腾了的意思 就是开锅了 叫碎甲了 他不说开锅了 也不说碎甲了 碎甲了 水开了 那叫碎甲了 陕西人管这个 全部怎么说 全部 全部陕西人说 意大利 意大利 把这全部弄走 把意大利 拉住 把意大利 拉住 意大利就是 全部 一起 所有的意思 叫意大利 我把这东西 一起做 说 我等下 把意大利 拉住 意大利 意大利 就是一起做 说我待会儿 把这全部都收拾好了 我等下 我把意大利 拉住 意大利 拉住 就是 全部 一起 一收拾 一整理的意思 叫意大利 全部 叫意大利 这话 还有说 今年 去年 明年 陕西话 怎么说 陕西人说 今年 是纪念 说去年 是 年四 说明年 过年 过年 那说 今天 明天 昨天 后天 怎么说 今天 说 今儿个 明天 说 门 昨天 说 亚个 前天 说 前二个 后天 说 后 一个字 这是 今年 明年 去年 今天 明天 后天 的意思 昨天 这是 这样 一般 陕西人说 为什么 他怎么 他怎么说 他谁说 咱里 你为什么 打我家小孩 你咱里 你咱里 咱里 你咱里 就是你想干什么 你干什么了 你咱里 你想咱里 你想干什么 你想怎么办 就是咱里 咱里 他也有好多种意思 咱里 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介绍一个对象 怎么说 就显个香 显个香 显个香就是他给他介绍对象 就显个香 两个人搞对象 陕西人就说 我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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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 俩 俩 就是 恋爱的意思 但是他这发音 读音 不一样 我俩 我俩 俩 俩 都是新词 老词 都是议会词 不能说出口 他们有男女关系 这就没有话 能说出口 光一爱爱爱人 就行了 你就知道啥意思了 是吧 不需要词 陕西很多话 几乎不用什么词 就一个表情 一个眼神 一个身体语言 你觉得那两个人怎么样啊 那人怎么样为人处事 转身回头一走 就表示他们做人特别差劲 都不用说话 一个字都没说 说 你觉得你隔壁那人俩口子怎么样 卖个头 就表示那人特别不行 特别不怎么样 但是一个字都没说 你就懂意思了 陕西人就懂意思了 所以他有无数的身体语言 表情语言 腔调语言 姿态语言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观看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做一期节目 说 佳能相机 真的实在是太差 我现在用佳能的相机 全套佳能的相机 全都买回来过 而且都在用 我的主打相机是佳能的5D4 用了四年 然后是佳能的1DX3 用了一年多 然后像佳能R啊 佳能R5 R6 现在我的主力相机 是佳能的R6 RP也都用 所以说佳能相机 我把它的全系列都用了 它好不好 香不香 实际上 我对它也不满意 但是 不满意当中 还只能用佳能 为什么呢 人常说 你看现在的相机 人家各有各的卖点 你比如说 Sony 对焦快 那是指哪大哪 蹭蹭的 包括人眼识别 鸟的眼睛识别 动物眼睛识别 都是贼快 是吧 你看人家相机 做工好呀 连拍快 做工好 节省耐用 人军工企业 上过那个 上过那个叫航天器 还是叫什么 上过天 是吧 是吧 富士人家底大呀 人家有中化服呀 是吧 所以说 人家每个相机 都有自己的 拿手绝活 佳能有什么 佳能要对焦 没索尼快 要机器做工 没尼康好 要底大 没有人富士底大 是吧 那佳能有什么 为什么还非得 要用佳能呢 我个人是非得 要用佳能 没有其他可选性了 为什么呢 尼康我用了 二十年 我对它是既爱又恨 苏尼我无限次 无次数的 把它试用了 多少回来 因为索尼有官方体验店 我把它的 Alpha 99 Alpha 7 74 73 都反复的 实验过 有时候我在索尼的 官方体验店 一待一整天 然后呢 而且索尼的官方 体验店 有个好处是 你自己可以插卡 插卡回来 可以研究相机 我经常 我带着卡去 然后在它的 这个店里边 把相机 把卡插上 回来之后 在电脑上 我一天一夜的分析 研究 因为我试 我也有个毛病 我试任何品牌 的相机 我直接就是 先试它的 这个顶级 顶级系列 然后再试 它的二线系列 你比如说像 佳能的就是 一系列是 它最牛的 五系列 就是它的 二线系列 六系列 就是它的 三线系列 所以说 索尼 也是一样 它的 阿尔法九系列 和现在的 阿尔法一系列 是它的顶级系列 尼康是它的 单数字 你比如说像 第一第二 第三第四 第五第六 现在是第六 现在出来 马上 Z9马上出来了 各有各的绝活 各有各的 拿手好戏 但佳能有什么 这不得不说 佳能 只有一个牛处 佳能就是 成像好 照出来的像好呀 所以说 为什么 这么多人 都在 买佳能 用佳能 因为 它拍照 让你放心 拍出来的照片 真是 自然 透彻 相机的做工 让你用的 也是非常放心 因为曾经有人说过 佳能的五第二 所谓的就是咱们说的 五第透 五第透 一百万次还在用 三百万次还在用 具体的咱也自己也不能考证 但是 我可以说明白的一点就是 五第透 当初 是 一款 战斗型 相机 无数的 无数的影楼 无数的儿童摄影店 无数的 专业的 个人的工作室 都在使用 五第透 所以说 佳能的相机 做工好吗 看起来一般般 但实际上 用的时候 那是 做工真好 尼康相机 看着就着实 用起来 实际上 跟佳能 没什么区别 那主要 做工 主要的 东西 在哪呢 快门的 耐久测试度上来说 佳能 现在也都是 三十万次 四十万次 这种 耐久性测试 所以说 一款相机 你尽情的用 不用操心什么 所以说 从佳能的 耐久性上来说 机器做工上来说 你包括 它的 大透子系列 什么 这些 EDS3系列的相机 现在还有 好多追捧着 不断的在玩味 不断的翻回去 在玩 尤其是 佳能的用户 或者说 其他品牌 转到佳能的用户 还翻回去 购买它的 五D2 你比如说 二手市场上 五D2 特别火 五D4 特别火 一DS3 很火 为什么它火呢 为什么 好多人进来 还要翻回去 再玩它的 这些系列呢 无非就是想把它弄动 弄通 理解它成像 好 好在哪 好用在哪 这是大家为什么翻回去 把它二手 你看佳能的二手 特别火爆 佳能的相机 几乎不愁卖 发上之后就卖了 是吧 任何品牌 任何一款都有人要 只要你价格稍微合适 它在市场上的流动性 这么好 证明了什么 大家都不傻 是吧 证明了它真的是好呀 所以说 别看谁对焦快 佳能现在也都追上来了 佳能现在 出来的R23 眼控对焦 你们有吗 别的相机品牌有吗 所以说 佳能现在 在玩的这个眼控对焦 说不好听的话 不新鲜 为什么不新鲜呢 前二十多年 它就 它就有了 它原来的 EOS50 EOS55上 胶片机的时候就有 我那时候就买它的胶片机 我那时候差点买EOS3 或者说是 EOS50D 那时候就是 50 那时候就是 基本是入买 相当于尼康的F80 在那两个相机之间 你可以选一个 那时候佳能就有 眼控对焦 胶片时代 所以他说 它现在用的 这个眼控对焦 只是把它的性能 什么的提升了 但并不新鲜 为什么呢 它以前就有这技术 是吧 现在搞得你 死你 你对焦快 我来眼控对焦 眼睛看哪 焦点对哪 这技术 你不服不行 所以说 佳能 有什么好 没什么不好 但是 其他所有的相机 还都 没法跟它抗和 所以说 佳能什么好 佳能成像好呀 一台相机 要的是什么 我要相机干什么 我要相机 又不是砸核桃 我要你那做工 那么硬干啥 我要相机 就是照相 所以说 一台相机 照相出来好 就是它的命埋呀 你对焦再快 你出来那相片不好看 颜色不行 我要你对焦 那么快干啥呀 是吧 你那个做工事的 砸核桃都行 你成像灰不辣机的 不行呀 我叫你干啥 我买一台相机 就是为了照相好 是吧 所以我买的相机 是留下那块 照相好的那块相机 哪个相机照相好 就是呢 最不满意 最烂的那个相机 佳能相机 所以说 我有时候老说 佳能相机好 有的人老觉得 我给佳能打广告那似的 好像佳能给我什么钱了似的 他买的 他一分钱也没给我 是吧 我都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我只是把我的经验 告诉给后来者 告诉给我亲爱的摄影朋友们 是吧 和新进摄影圈子的人 我不拿一分钱利润 没有一分钱的这个利益优害 所以说 别的相机 都有它的拿手绝活 核心 没掌握住 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照相要好 是吧 所以说 佳能 还是厉害 包括它的科技力量 还是厉害 它的镜头的 成系统化 从很广的广角 到大长焦 你光一看这个体育赛事的记者 野生动物的记者摄影者们 一出来都是白炮 那都是佳能 是吧 搞专业的人 大家都不傻 都在互相研究呢 弄得很清楚 你比如说 现在摄像领域 索尼的相机 一军突起 但大家对它的色彩 什么很有诟病啊 新锐 大家好多人玩 索尼就是对焦快 玩 但实际上 索尼 索尼你一旦 把它集成买了 那后面镜头 你玩不起啊 为什么佳能镜头现在贵呢 大家觉得贵呢 佳能哪一款镜头 比索尼的镜头贵了 同规格的 我想问问大家 哪一款比索尼的贵 没有 佳能为什么现在这么贵呢 尤其它的RF系列出来之后这么贵呢 那都是索尼带坏了 索尼那所有的镜头出来 那价格都贵得离谱 你怎么玩 光就让你玩那551.8去 玩那些 弄个标签 弄个菜丝镜头 弄的 说不好听的 那真一般般 是吧 佳能现在出来这个 你像大三元 1535 2470 70200全都出来了 早都卖了好长时间了 你随便用 是吧 你们刚吃了一个70200 二代 现在就炒作的不得了 F170284你的 是吧 你想这佳能 这个51.2这个51.2都都玩了快20年了 你刚现在吃了一个51.2 那你这差的差距离了 你这差的差距离了 你这时候就不对啊 是吧 所以说 佳能现在把常用镜头的RF系列全出来了 大三元不用说 小三元都齐了 1435 然后这个702.4都出来了 24105 是吧 小三元 大三元 超三元还马上出来了呢 超三元早就出来其中一款最常用的 28702 那瘦制现在卖到快三万了 卖到三万了 刚刚的 绝对堪比定脚镜头 是吧 所以说 佳能的 佳能在影像行业内 还是有不可撼弄的地位 所以说 开个玩笑 佳能那么差 我为什么还要用佳能 我是交了好多学费的呀 尼康全套 全系列 所有机身镜头 200毫米以下的镜头 我全用过呀 没有一个没买过的 佳能也是全系列全套 全买过了 全都用过了 然后 索尼都试用过 没买过 为什么呢 每次试用 我就特别不满意 所以我就没买 就回来了 一直到现在 我基本上经常去试这个索尼 都没买 因为实话实说 我用佳能 虽然佳能这么好 对佳能还不满意呀 所以我就也试富士 也是索尼 就常用的 就这几个相机 包括哈搜 我都试过 是吧 最终确定 只能用 佳能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 收看 爱的 摄友圈子里的朋友们 大家好 好久不见 我想你们了 这阵子呀 我总是做这个 陕西画观众方言的节目 所以说呢 摄影的节目都做的少了 冷落了 今天 必须做一下 必须做一下摄影大家 这期节目 主要给大家 谈一下 佳能相机的 最新的 RF顶级镜头 目前 佳能 三款 RF的定焦镜头 超级牛 哪三款呢 RF51.2 RF85.2 跟DJ 还有一个就是RF RF100毫米 微距 这三个镜头 这三个镜头呀 超级牛 为什么说超级牛呢 目前带领着 佳能 光学素质的 最高境界 没有别的 可选 这镜头 现在卖的多少钱了 我刚开始的时候 佳能的RF51.2 可能RF12.2买的 现在二手的需要RF15.5到RF16.6 我把两个RF51.2都卖了 那我是玩出来了 为什么说这三只镜头 现在真的好呢 不是半戏一星半点的好 是太牛了 这三个镜头 我都有 我都有 有些人老觉得 为什么最新的器材 我都买呢 是不是我特别有钱 我确实挺有钱的 我确实挺有钱的 钱不是问题 我就想要好东西 我就想要好东西 这个镜头好到什么程度 首先咱们说RF的51.2 对这镜头 如果是来个小电影 为什么说好呢 他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的 这几只镜头 不光是照相好 他摄像现在特别牛 关键事 这是重重之重 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进入了这个视频时代 所以我们很多镜头的这个研发 与摄像挂上了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RF为什么厉害 他摄像出来的效果 基本上跟电影一样 特别牛 第一 最近对焦距离近了 零点四 可以随便玩了 第二 焦外虚化超级好 第三 他拍摄的照片啊 这镜头就跟没玻璃似的 显像性特别好 就跟你眼睛直接看到的物体 没有任何阻拦 没有任何经过镜片过滤的素质一样 真实 特别真实 还好看 那一个镜头里边十几个镜片呢 那照出来那个像就跟没镜片一样 超级棒 显像性特别好 不说什么立体啊色彩 都一流的 所以说目前来说 佳能几款镜头里边 RF的51.2 我个人啊 个人仅一家之言 我个人认为51.2是最好的 后来出了个85.2 RF的85.2 一出来我就买了 我用了佳能的85.2之后 感觉它的素质 没有RF51.2做得好 实话实话 但是85.2现在 因为它焦段长呀 可能人像摄影里边常用 卖到了一万八千多 那个带散焦的那个 卖到了两万多 价格不便宜 但说实话价格也不贵 为什么呢 索尼镜头出来之后 索尼这个家伙 价格蹭蹭蹭标上去了 所以搞的佳能一看 这怎么着我这产品也不比索尼差呀 那我也不便宜 所以现在佳能这RF镜头出来之后 哇 一系列收割你的财产 一系列在摄影爱好者和专业摄影领域里边割麦子 都贵呀 2470我买2470好价好一万七千九买的 现在你要买一个RF51.2一万七 买一个佳能的这个RF的85.2两万 是吧 都不便宜呀 原来EF的镜头哪有这么贵 没这么贵 而且现在还没货 不过这两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个镜头毕竟它产量 产量在那放着 然后需求可能比较少 就是RF的100微距 这只镜头现在已经低于一万了 一万以下就能买到 刚开始的时候卖一万六 一万五千九 我买的是一万零九百 素质超级好 细腻 清澈 画面干净 在这要说一点 有些这个爱好者或者说有些玩家 经常老说呢 哎 那RF51.2跟RF51.4光圈就差那么一点 就没什么差别 真的错了 他们的顶级镜头不仅仅是分辨率高 它那个成像特干净 就这个色彩掺杂特少 真就像我说的 刚说的 就跟眼睛看到的 就像这个镜头没玻璃一样 特别棒 但是你别的镜头就不行了 你看这个51.8素质也特别好 那照片不干净 特别浑杂浑浊 那51.2那照片就特清 特别显像性特别好 立体感焦外什么不用说了 51.2那焦外虚化的 哎呀 那种散焦过斗的特别舒服 而且这些超高级镜头拍出来的照片一点不晕 所以说大家你不用信什么 试马拉腾龙拉镜头成像也不差 是确实好 不差 包括尼康说实话 他们拍出来的照片晕 佳能牛逼就牛逼在这了 你不服不行 所以说我现在把这几大品牌玩过之后 佳能确实是最牛逼的 这是我是仅仅一家之言 我不跟人家抬杠 不跟谁反对 我目前的认知来说 佳能就是最牛逼的 东西确实好呀 而且你想要啥 他就给你能造出来啥 你不服不行 大三元不用说了 现在1535 2.8 2470 2.8 70 200 2.8 全出了 小四席也有了 1435 是吗 那70 240都有了 你要啥他给你弄啥 你比如说定交 这也是一样 定交现在这个RF出的有点慢 其实我现在最想等的是定交的RF 24 1.4 或者退一步来说 出个35 1.2也行 因为现在进入这个视频领域了 我得摄像啊 有时候手持相机 我得我得拍着 尽量能轻一点 越轻越好 为啥以后进行视频领域了 你镜头轻一点 但是他最近出了一个16 2.8 很便宜的镜头 这个确实不错 这个镜头我估计 主要就是针对Vlog Vlog者们出的镜头 就是视频博主们出的一个镜头 我也很期待 毕竟手持我自拍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16 2.8 所以说RF51.2 85 1.2 100毫米微距 这三只镜头的成像素质 目前在佳能所有光学素质领域里面 已经是非常非常牛的镜头 那么后边还有一个RF的400和RF的600 它的素质更牛 价格更贵 一只镜头都十多万甚至20万 那个就是说咱们不是咱常用的 咱基本上不太聊这些镜头 我个人一般不太聊 200毫米以上的镜头 我都说的少 我现在还买了一个 佳能的RF的100 500 红圈镜头 这只镜头素质也非常好 它是替代原来的佳能的大白头 像佳能的EF的100 400 二代替代它了 所以说给它按一红圈 100 500的红圈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拍鸟的人很多 因为鸟漂亮 器材贵 我可以写吧 是 那是人家的事 咱不甘愿 所以说我一般聊的话 镜头聊的都是200毫米以下的镜头 关于这三只镜头 我重点是想在评论区和大家互动 RF的51.2 85.2 100毫米微距 这三只镜头我都有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对这三只镜头想要了解它什么 评论区 我跟大家多互动 这个节目我就是抛砖演语 我想跟大家的评论区探讨大家提出问题 我多给大家回答 多给大家探讨 然后把这三只镜头了解透彻 用好它 尽量多用 我现在买了这几个镜头了 都在那放着 为啥呢 我说天天看闺女呢 我这现在小闺女一岁多 我天天看她 真没时间用 我也着急 着急也没用 看孩子头等大事 没办法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观看 大家好 这期节目做一个什么节目呢 单反相机在摄影领域 还能有多久的生命力 是这样一个话题 实话实说 我个人现在把单反都卖完了 就剩下一个佳能的6D 是因为我那个是个全新的相机 卖的话太便宜了 我舍不得卖 放到那也没多少钱 偶尔我给闺女拍点照呀 或者说上街上去拍点计时 我还能偶尔用一下 当个背机吧 R6这块 这个6D这块相机 我也挺喜欢的 所以就留下来 因为便宜嘛 卖不了多少钱 但是就是说 我个人来说 我把佳能的1DX3 5D4 5DSR都卖掉了 尼康的D5 尼康的这个 最顶级的单反相机 我全都卖掉了 那么从我一个个人的这种转变来说 单反相机在摄影领域的生命力 很快就会被无法跟微单代替 因为影像的事情也是在翻天覆地的在演化 改进 我们从静态影像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动态影像 那么动态影像来说 不管是相机也好 单反也好 微单也好 手机也好 我们的表现形式 已经从静态影像 转化到了视频模式 那么视频模式下 我们对一台相机的这个要求变了 所以微单应运而生 像我现在给大家录像的这个小机器 是个特别小的一个小卡片机 佳能的D7X3 因为我要是拍个Vlog 我要是做个视频什么的 轻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当时用单反的时候 我经常拿着D5 220端着 那时候网络上有些人说 老师相机太重了 我那时候就不理解 相机重 相机重你别搞摄影 我那时候就是特别反对人 说相机重 相机越重越好呀 那好镜头和好机身没轻的 包括现在进入这个微单领域也是这样 但是 时代在改变 我们的需求在改变 轻现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很重要的一个需求 我现在买镜头就叫得轻 我现在用一个RF的51.8 我这两天还等那个RF的16 2.8呢 为什么 轻呀 我现在也逐渐的往视频方面发展 学习 因为我搞静态影像搞了20多年了 人像摄影拍了20多年 那么这个问题 在普遍的社会当中 单反相机还能维持多久的生命力 我相信 很快单反就要落寞 那有些人说了 他就喜欢单反啊 他就还追随着单反呢 他这话说的是自己骗自己 他要有钱更新 要舍得花钱更新 并不是 有的人啊 买器材并不是没钱 他是不舍得 如果说他觉得值 他想花 那早全都转微单了 谁还用单反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出现在了什么呢 出现在了这个微单 价格太贵 价格下不来呀 太贵了 单反还能扛一阵 如果是静态摄影 还有这个摄影工作室呀 摄影店呀 不加视频的这些摄影方面呀 微单还能扛一阵 因为相机厂家 已经都不再做单反的研发了 基本上就处于准停产状态 所以说我们也要与时俱进 有些人给我台上 那我就用单反 我就不喜欢这个微单 那是钱没到位 钱到位你也换了 实话实说 那现在还有用胶片的呢 现在还有用那个 还有用那个大画幅的呢 还有用手动对胶 手动做机的呢 还有玩针孔的呢 那咱不反对 咱说的是大潮流 大潮流 大潮流来说 你比如说人有玩小众的 有玩胶片的 有玩单反的 这属于小众了 咱们从大的潮流 摄影潮流来说 微单 目前来说 已经取代了 单反 因为在我们这些 新锐或者说各个方面的 这个摄影摄像领域 这个微单已经非常火爆了 就是说无反 无反相机 像佳能的这个R5R6 索尼的A73 什么A333系列的 一系列 非常火 进入这个微单领域之后 尼康这个脚步太慢了 尼康本身 这个成像就是差点意思 灰不垃圾的 难受 所以说他自己不思进去 已经现在弄得 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了 现在重点就是 佳能 索尼 富士 尼康边缘化了头 原来我是尼康的这个 忠实用户 所以说 单反还能维持多久 根据自己兜里的钱 有钱的 或者说思想先进的 全都早换成这个专威了 谁还用单反 我也是去年把我的单反 基本上都都都出掉了 全都换掉了 我现在用佳能的R6 佳能的R6 现在成了我的主打相机了 因为在佳能这几个相机里边来说 可选和可买的 目前就剩下R6了 其他的相机 都有各方面的这个 综合 性能 参售 价格 各个方面的来说 R6 是目前佳能的当红花旦 最值得购买的一块相机 就像当年的佳能5D2一样 非常值得购买的一块相机 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了 R25价格太贵 我能多出一个镜头前来 我玩一个顶级镜头多好 性能基本上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R6的成像特点 还有这个 号称有EDX3的这个 什么传感器 还是什么的这个加持 非常好 机器反应也很迅速 就是网络那个传输 好像没有EDX3快 EDX3那个 无线网 网手机里传照片 真的zozo的 然后R6 R5 R2P 这都稍微慢一点 我是把这个 微单已经玩了一遍了 所以说单反相机 还能维持多久 取决于 你对摄影的认知 和腰包里的钱的多少 从理念上来说 微单和专微 现在已经 取代了单反 我个人就是一个实力 而且我是一个 纯粹的职业摄影师 我都从这个单反 顶级的单反 全都抛弃 换成这个尾单了 那这是一个倾向 从我个人的 我一个人的这种感受和时代这个把握上 就能感受到单反 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日常需求和日常使用了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都要进入到视频领域 我们有很多的视频的需求 视频的需求来说 这个微单的摄影摄像这个方便程度远远的高于单反 远远的高于单反 太方便了 而且他就专门为这个摄影摄像提供了很大的科学设计 所以说单反相机还能维持多久 我觉得没什么可维持的 现在谁还买单反 如果现在谁买相机让我推荐 我全都推荐无法 我绝不可能推荐单反 除非他很固执很固傲说 我就要单反 那行那你就用单反吧 不管是从成像来说 还是从使用这个情况来说 微单都是非常优秀 非常方便 非常轻巧 非常舒服 改变了我们的拍摄方式 因为他现在有这个眼部识别对焦呀 屏幕取景呀 我们拿着端着都这样拍照了 原来是这样拍照 我这有个相机 这就是R26 原来我们都得这样拍照 都得都得这样 描啊描啊 现在我个人给顾客拍照 我都基本上很少钻这里面了 太累了拍一场照片 我现在都这样拿着 这样拿着都清晓呀 我这直接拿着拍了 我这看着后边取景器 就卡卡拍了 而且曝光补偿呀 这个功能环呀什么的都特方便 马上能看见明亮暗白平衡 都是直接在这个屏幕上显示 效果 效果非常非常好 直接显示了 他 那多方便 所见即所得嘛 你单反还要通过这里面去看取景 那么我微单 我现在都通过这个取景 直接拍 卡卡的特别方便 而且我人拍一场两个小时 不累呀 真不累 如果我用待反拍两个小时 哎呀累的 我忘记 把相机一放下之后 眼睛都直哗 眼睛哗的啥都看不见 为什么 老钻在取景器里面看 所以说眼睛都哗的 现在我拿这个这个后边这个大取景器取景 我这样端着拍 哎特方便 而且作为我们职业摄影师来说 我们不累了 你知道吗 而且成像效果 鲜亮 透彻 色彩好 通透通透 不用后期了 是吧 所以说 单反 已经 微单 我们拥抱微单吧 别排斥先进的科技 别自欺欺人 单反该走 让他走吧 别留恋 就像有些人留恋胶片一样 没什么可留恋的 都是一个影像 现在都全视频化了 你那固定影像还能值几个钱 是吧 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收看 亲爱的朋友们 陕西话继续 尤其是观中方言 土话 继续讲解 今天 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什么呢 逆来求的 逆来求的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来说 逆来求的 仅仅仅是一句陕西观中人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 那么这句话也是用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产生不同的意思和不同的效果 今天我详细的 今天我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来求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 现在 这个逆来求的意思就是 你这个可爱的人 你这个可爱的人 例如说 我跟我一哥们发小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哥们一阵没见面了 俩人 你这奶求的 最近能啥的 最近可到的 中侠里吗 那个就说 啥中侠 你可把我选 你这奶求的 两个人 互说 你奶求的 这就是 铁哥们特别好 才用这个 那比如说 两个人打架 也用这个 那如果说 你奶求的 这就不太友好了 这话就另一种意思 我把你奶求给热他了 这个你奶求的 就指你这个 坏人 或者你这个敌人的意思 这就是你奶求的 那么我现在先讲一下 你奶求的是什么意思 首先说 奶 你 就是指对方 奶 奶是什么 奶 就是 挨的意思 挨 挨打 陕西人说 挨打 不说挨打 陕西人说 你奶打 你奶打 就是你要被打了 挨打 那么陕西人管挨都奶 啊 那么现在翻译过来 意思是什么 奶求的 就是挨求的 挨求的 挨求的是什么意思呢 被动词 挨 挨就是被 挨了嘛 那么牵扯的第二个词了 挨求 求是什么意思 求就是男人的生殖器 那么挨求的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大家非常明确 挨求的就指特指女性 挨 那么 奶求的 这三个字 它的本意 是指 女性 是指女性 因为男人没这个功能 男人他不能挨 是吧 不能挨 所以一般指 你奶求的 他是 女性 但是这个词的由来 可能也是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哎 经常 夫妻两个 或者说 男女之间 跳皮的 说你奶求的 意思是形容这个女的呢 说你 被那啥了 哎 所以说 其实翻译过来 在北京也有这样的话 北京这样 北京的话怎么说呢 北京说 这其实说出来啊 大家都觉得是粗话 不文明 或者不好听 但是各地都有这样的话 都有这样的话 北京人说怎么说 啊你呀被操的 被操的 被操的 跟陕西的 奶求的是 一模一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 这个被 那啥 他意思 放在一起 都是指女性 但是我们现在 把它演变成了一个词 口头禅 就像我开篇介绍的那样 其实是 就是说 你这个人的意思 哎 或者说 我可爱的哥们的意思 好久不见了 你我哥们 我亲爱的哥们 你干什么呢 哎 奶求队 演变成了一个词 但是这个词 用在不同的地方 是不同的意思 观众人 都懂 奶求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本意 本意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 这是他的本意 啊 奶 是癌的意思 求男人 那个 那个事 第一 虚词 是这个人的意思 那么 奶求的 就是特质 被干的女人 这就是 奶求的 那么我们现在把他天天挂在嘴上 非常可爱 非常的什么 但是 呃 就像我前几期节目做的似的 我们的 很多日常用语 都来自于那 有很多人就忌讳 说这是脏话呀 什么的 所以 我个人一直不认为这是脏话 虽然 现在 为了推广 某一种语言 就去贬低 另一种语言的形成 说他不文明 或者说是脏话 这个 就像 以后 我们的后人 说我们这段人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这段历史也是非常不光彩的 啊 我们这个时代 产生的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的历史也是非常不好 没有什么好事 留下来 我的父辈们 给我们留下不好的东西 就是觉得文化大革命啊 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比较敏感 政治的东西 他有些东西不能说 是吗 那么牵扯到你奶球的 这个词的过程当中 奶 就是比如说 挨打呀 挨干呀 他就是被 背了 最后它是一个被动的词 被动的词 特指女性 那么现在这个词已经有了 你比如说 哎 你奶球的呀 回着说 这个哎 问奶球的 问奶球 哈的问 意思是 他个人 特别坏 啊 那么一般指 好话的时候 说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接近一个虚词 或者说接近一个口头禅 但是这个话 这三个字 也可以用在不好的地方 那它就是一个不好的词 就像我刚说的 骂人 哎 我也奶球的 哈 那么在用到这种语境和环境下的话 这个词它就不是好词了 但是就是像我说的刚两个人在桌子上吃饭 哎 你奶球的最近都啥呀 那这就是非常友好 关系特别铁的人才能当面说你奶球的 哎 那是特别友好 铁 才说你奶球的 那么这个词的本意大家听了之后 大家总觉得说不出嘴 或者什么的 但是我在前几期节目里边都讲了很多语言都来自于那来自于那点事 比如说上几期讲的寡皮了 这个皮杆了 啊 这这些 谁皮了 啊 这些 对 还有男的那个 男的那个日八削啊 这这些词都也就来自于那 那么所以说我们的语言形成其实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族是一样的 所有的语言的形成都和日常生活有关 从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演变 改进 爱来 那我们日常生活人类或者说其他任何动物 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第一是吃 维持生命 第二是干那事 繁衍生命 所以说最重要的两点 就是维持生命和繁衍生命 那么最关注的是什么 那就是围绕着这两个事 维持我们的生命和繁衍生命在不断的进行 几千年历史的演变 战争 争夺 各方面 无非就是这两件事 是吧 人活到底 活到最本性的东西 那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 那么就是吃 吃喝用 那你吃吃的话 你就牵扯到了柴米油盐 酱醋茶 那嘴的东西嘛 那就牵扯到了能源的争夺 地盘的争夺 我有多大面积的地 可以吃饭 我有多少能源可以用 煤炭 电水 我可以用 那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多语言 那围绕着我们的繁衍问题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奶酋的 奶酋 那么在这个不断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形成了无数的围绕着那块地方的予言 少数民族 外国 都这样 别的咋不懂 最起码外国人 Fuck you 我操 也是他妈操你的意思 是吧 那 骂人啊 或者说激情表达的时候 或者说感叹的时候 都说 那一块的词 那证明大家最激动的 最感叹人的词 都来自于那一块 比如说北京人说 哇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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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有这段子 那么就是一个感叹词 但是这感叹词总有由来呀 卧槽是什么意思 是吧 那在陕西就说 那跟我操是一样的意思 是吧 特别感动的时候 我 那是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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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特别感动 那所以说 不能说 那一块的词 咱们就把它非得要定义成脏话 我对这个定义 反对 是吧 反对有效没效 咱不管 表示反对 就跟现在咱们抗争没有用 没有用 表示抗争就行了 所以说 我们的无数语言 其实都 从 隐身在 那一块 都是从那演变 隐身而来 那么我们最后 还非得要把它排斥成一种脏话 说 切而不用之 说 我们先进了 我们那一块越来越不能谈了 哇 那其实是落后了呢 还是先进了呢 是吧 所以说 我们 对那一块定性 应该是 美好而浪漫 并不是 做的脏 计划 那么这个 这个不管是古代 还是近代的 文人骚客 文人默客 贪官污吏 有钱人 最后不都围绕着 那点 美好的事情 在 安排自己的 日常生活吗 是不是 所以说 不能把那块定性为 那个 那如果是那个的话 为什么 不管是有钱人 还是什么人 首先都 都那块事 他 咱那多呢 那块问题 咱那多呢 是吧 古今如此 所以说 今天 一南球地 陕西人的口头禅 就讲到这 欢迎评论区 细致探讨 拜拜 陈下 允育了亿万观众儿女的绝密四大美食 是什么 如果不是陕西人 这四大美食 他一定不知道 但如果你是陕西关中人 这四大美食 大部分人 都知道 尤其是 五十岁以上的人 今天我直接 我直接讲述四大美食 是什么 现在就揭晓答案 四大美食 第一大美食 加水泡沫 这个 我相信五十岁往上的 所有人都知道 加水泡沫 这是 补育了 我们 亿万观众儿女的 最重要的 一道 绝密美食 这道美食呢 不光补育了我们自己 也补育了我们的父辈们 我们的父辈们 的父辈们 也是 用这种方式 补育长大的 现在的孩子们 特别幸福 你像我有一小闺女 现在 每天 几百种吃的 又有主食 又有水果 又有肉肉 又有零食 又有冰淇淋 有无数好吃的东西 而在我们陕西关中 五十岁往上的人 小时候 尤其是在婴儿的时候 怎么长大的 都是吃 加水泡沫 长大的 第二个 食物 除了妈妈的母乳 第二个食物 就是 嚼碎了的馒头 给她吃 这就叫补 什么叫补 补育 补育 补就是 把这个东西 妈妈自己在嘴里 嚼嚼嚼完了之后 吐出来 然后给小孩吃 我们小时候 就是这么长大的 现在的人 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 啊 那多脏呀 不卫生呀 真错了 这个补育啊 是一个伟大的一个 一个补育方式 是我们人类可能比较原始的补育方式 因为这个小孩在婴儿的时候 他还没长大呢 妈妈嘴里嚼完了这个东西 他经过唾液和这个 一些霉的这个微分解 然后再吐出来 给孩子吃 其实他是帮助孩子消化了一部分 而且带着妈妈身上的这个 各种这个这个免疫功能 进入自己的体内 你想想啊 婴儿啊 他还没到一岁呢 还没到半岁呢 他他没有那时候没有奶粉 没有奶粉 有的话也一般穷人也买不起 穷人就是给孩子吃点嚼馒头 嚼完了之后给他吃 嚼馒头 还有就是再大一点点 就是 加水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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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观众人知道 其他地儿人不知道 加水泡沫是啥 这是一道伟大的美食 所以说 陕西 陕西 关中 四大 伟大的 四大美食 第一大美食 就是 加水泡沫 加水泡沫 为什么说 它是最伟大的呢 因为它是 哺育 我们生命初期的 不可缺的一个食物 所以说 所以说 加水泡沫 很伟大 四大美食 我直接全说出来 四大美食 是什么 第一大美食 加水泡沫 第二大美食 红豆子蜜糖 第三大美食 敢打面 第四大美食 油泡辣子 假摩 这四个 这四个美食 是陕西关中腹地 最伟大的 四大美食 为什么说它最伟大呢 因为 陕西关中的 亿万儿女 都是吃着这四大美食 从婴儿一直成长为成人 那么说 第二大美食 红豆子蜜糖 红豆子蜜糖 这个东西是 陕西关中人 爱喝米汤 米汤是什么 它就是把这个 粥在在北京 在北方来说 他们熬的这个稀饭 在陕西那都太稠了 陕西人讲究这个米汤 就是一锅汤里边 放不点米就行 然后主要有红豆 陕西人爱吃红豆 红豆绿豆 这都大云豆都爱吃 陕西人爱吃豆子 尤其是关中人 红豆子蜜糖 他是把这个米汤熬得特别稀 直接能当水喝 里边然后有米 有豆 这叫红豆子蜜糖 陕西人 骂人的时候 或者说开玩笑的时候 说 假如 他比我小几岁 我说他的时候说 哎 你还不行 再火几年 豆子蜜糖再来 哎 意思是 他这豆豆米汤喝的还不够碎手 还得再喝几年 意思是他这个能耐还不够 哎 你现在你比如说一个十一二岁小孩 想跟一个十九岁二十岁的小伙子打架 这大一点的二十岁的小伙子就会说这个十岁小孩 哎 你玩还不行 再火几年 豆豆蜜糖 那你可想而知 这个豆豆蜜糖 在陕西关中有多么重要 不可估量的重要 为什么呢 他直接说明了 是你成长的生命的周期 用豆豆蜜糖来计算 这是不得了的 豆豆蜜糖也可以给婴儿喝 婴儿喝这个 就是这个米汤 米汤 米汤 面汤 面粥 都可以补育小婴儿 小婴儿 那么这个小婴儿长得一般长成了 或者豆豆蜜糖 喝到我们长大的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始吃面条 陕西关中人 最最重要的 一天当中最最重要的一顿饭 也就是午饭 我们叫赏饭 是什么 那就是面 面里面的最重要的面来说 一般家庭条件好的 我小时候的时候 来一碗嘎桥面 这就是我说的三大美 第四大美食的第三大美食 干打面 干打面 打是捞的意思 就是捞面 干桥面 就是这个面里边不带汤 干捞出来 一瞧 瞧就指的是放桥料 放点盐 那时候也没酱油啥的 少 放点盐 放点葱花 一半 在家庭条件好的 搁点油泡辣的 干捞面 干捞面 来一捞碗 太过瘾了 那时候人家穷 大部分家庭 都吃的是汤面 那么能让你吃一碗 干打面 这就是很厉害的待遇了 非常好的待遇了 就是这面里边不带汤 让你捞一碗吃 这是很高的待遇 所以说 你常年在外的陕西人 时间长了 你都惦记 蝶有碗面 陕西人 管美美的吃一碗 叫蝶 蝶有碗面 蝶上给你吃啥 吃一啥 蝶了两碗面 蝶有碗面 蝶 蝶 是美美的吃一碗的意思 蝶面的嘛 蝶就是狼团火焰的吃 叫蝶 蝶 蝶 蝶就是吃的过瘾 叫蝶 蝶 蝶的吃一顿 也叫蝶 蝶有好多种意思 蝶有碗面 这就是吃的很过瘾 蝶有碗面 如果我说蝶有碗面 蝶有碗面 蝶有碗面 蝶狠的吃一顿的意思 蝶有碗面 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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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大美食 就是有点馋嘴了 馋嘴了怎么说呢 第四大美食 油 普拉斯 假摩 哎呀 这你想想都过瘾 尤其是陕西观众人 谁想到这个油 普拉斯 谁知道过瘾 为什么呢 我小的时候 都是家家自己种麦子 家家自己磨面 然后每一家自己蒸馒头 那么蒸馒头在陕西关中地区 就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 隔两三天会蒸一次馒头 我们老家叫蒸馍 借借馍 借借馍 一借一借的就叫借借馍 后来管着叫北济馍 其实叫借借馍 借 借借馍 北借馍 后来咱们演变成这个叫北济馍了 我也不懂 在西安这种城市叫北济馍 那个饼叫北济馍 其实这个按照原来传统的叫借借馍 刚蒸出来的大馍呀 都这么大个儿的 比现在咱那小圆的这么大点的那大多了 这么大 刚蒸出来这个热馍呀 如果这儿有一盘油泡辣子 那么油泡辣子先量供应 不是你随便想吃多少吃多少 小孩加多了大人会打他的 你一个馒头加那么多 吃得了吗 再一个就是舍不得呀 大人知道这买辣的面也贵呀 油更贵呀 谁吃得起那油泡辣的 有的人都拿酱油凑拌辣子吃 干拌 穷呀 所以说油泡辣子夹磨 就是刚蒸出来这热馍头 这油泡辣子 往里一抹 抹满了 一捏 几口 干一个馍头 我年轻的时候 一顿曾经干过十几个馒头 那时候力量大 身体也瘦 能吃啊 十六七岁 那时候真能吃 一顿 那个馒头 我直接一尝尝了一剔 一剔里就十多个馒头 我一顿能吃十个以上 馒头 那都是自己加磨的麦子粉呀 那馒头蒸出来 都是卖香味 而且家庭条件不好的 都是全卖馒头 为什么呢 就是黑面馒头 全卖 家庭条件好一点的 用那细的 这叫白面馒头 我们老家吃那个 谁要那时候吃那个馍 说培馍 我们老家说 白是培 培馍 外壳子 培馍嘛 培馍那是相当羡慕了 别人相当羡慕了 一般情况下 大家吃的都是黑面馒头 白面留着 做面条屎啊 谁蒸馒头 哪白面蒸 是吧 白面馒头 还有一个 那时候的人 家里都有猪油 哎呀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热蒸出来的热馒头里边 那个猪油罐子偷偷地掀开 趁妈妈不注意 进去之后 卡卡卡卡 玩两勺猪油 往那热馒头里 卡卡卡卡卡 这样一抹 撒一点盐 开你啊 哎呀 吃吧 子油假摸 比油泡辣的还好吃 啊 它有肉香味啊 那猪油都是炼出来的 它本身就是熟油 它是熟 熟香味 那热馒头 把那个凉的那个猪油 在里边一烤化 再撒几粒盐 你夹着吃 人间美味 哪像现在这孩子 我儿子整天的啥好吃的 搁那儿都没食欲 所以说人就是个贱皮子货 哎 想当初 我们通过这四大绝密美食 这四大伟大的这四种美食 隐喻了亿万观众儿女 啊 你想想 我们这 我现在是五十岁 五十岁 五十岁往上的人 都经历过 解水泡沫 红豆子蜜桃 干打面 油泡辣子假摸 啊 至现在关中 所有农村 的人 也都是这样吃 虽然大家有钱了 房子盖的特别好了 啊 工作也有 有车 有房 而且都是二层楼 家庭条件也好 但是大家的饮食 基本没什么变化 那么在这些食的之外呢 我们经常还有一些 呃 我今天讲的这四大美食 为什么说它伟大呢 这四大美食是补育我们生命的四大美食 我们平时还有一些很讲究的吃法 那就多了 那就多了 你比如说今天下雨呢 今天我这录节目 外边下雨 一到这种下雨的时候 我们老家就会吃红兜子面 哎 兜子面 那么一到夏天野菜啊 什么绿椰菜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吃柳面片片 回这吃柳面 啊 就是现在说的绿面片 啊 平时我们家里来人呀 或者说 有谁有家里有重要的事 我们还会吃个的 啊 什么是个的 个的 我们老家管饺子叫个的 呃 我们管主的这个 主的这个 叫饺 叫个的 管蒸的就叫饺子 蒸饺 我们煮的不能叫饺子 我们煮的只能叫个的 蒸的这个才叫饺子 啊 蒸的这个 才叫饺子 所以我们有蒸饺 啊 呃 在下面的以后的节目里面 我们我会给大家逐渐讲我们的美食 比如说蒸饺 自卷 怎么做 怎么构成 怎么香 后面的节目 我给大家讲 今天我讲的这四大美食 主要是 补育我们生命的 四大美食 所以说 为什么说它伟大呢 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捕育和维持了我们的生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观评论区 感谢陕西关中地区的人留言和发表意见 陕西之外的朋友 我们观中的饮食文化 我们的四大美食 你 以前 知道吗 所以说 提起陕西的美食 大家都知道 羊肉泡沫 表表面 这是 不对的 现代的美食 是这样 羊肉泡沫 也是我们陕西的 非常好 非常大的美食 但是这个美食 我会在以后的节目里边 逐渐细讲 这个美食是 在我们生命 维持我们生命之外的 营养改善食物 我们以后的 比如说像这个蒸饺 脂卷 羊肉泡沫 烧子面 豆子面 铝片片 刺産威欢 也叫刺 这些很多很多美食 还有甘萨摸 锅盔 很多美食 我会 逐渐给大家细讲 今天主要讲的是 维持我们生命的四大美食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陕西话继续跟大家说 两个词 一个是细话 另一个是 我也 今天这两个词 在关中方言里边 也是几乎天天都能听到的词 陕西 关中方言有好多万能词 什么叫万能词呢 就是一词多义 就是说这个词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但是用在任何一个地方意思都不一样 所以说 所以说方言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是一词多义 例如 我现在今天讲的这两个词 一个是细话 一个是我也 我先从我也讲起来 假如说 人家说 哎 那谁那媳妇 物理受伤了我也得很 那这个我也就指的他家里边干净整洁 有规则 哎 这就是说他家 我也得很 那比如说 人家这个房子盖的漂亮 做工精致 哎 布局合理 怎么说 哎 你这房子盖的五万业 这个五万业 就指的是 他家的房子盖的布局合理 漂亮 精致 这也叫我也 我也在这儿就是精致 漂亮 布局合理 啊 各种意思 那么刚才说人家媳妇那个家里收拾的我也 那意思是表示我也就是 表示干净 整洁 哎 收拾的合理 收纳的特别有有规矩 哎 这就叫我也 那么我也还有好多词 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跟朋友吃饭 这一桌子菜做的特别好 哎 接个安排的我也 那么我也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在这块就单指 这一桌子菜 丰盛 哎 好吃 体面 这就叫我也 哎 那比如说说 哎 这房车 我也得看 哎 那这个在这儿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这个房车 用头广泛 哎 你买的还挺好 哎 它是一个议会词 议会词 所以说这个我也就是好多 说 哎 比如说说哎 人家这个节目做的我也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吧 那就是说 这个节目做的 哎 有 还好玩 有看点 那就说 我也 所以说陕西人这个我也 他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万能词 凡是遇到美好的东西 我都可以用我也 是吧 说 哎 你看人家那媳妇长得 哎呀 哎 长得 也可以用我也 啊 说你盖雷猪圈盖的特别漂亮 也可以说 哎 哎 你还这活走的我也 嘿 这次全我也 哎 嘿嘿 也可以用我也 那么我也这个词的本意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现在把这个翻译成一个 一个这个 口头禅的话 这个我也 在陕西观众化里面 几乎能变成一个 我只要想赞美 我只要想夸谁什么东西 我用我也大部分都可以 啊 我这有做的草稿 我有时候看呀 啊 所以说一个我也 有一万个意思 这个大家一定要 要把它弄 弄明白 嗯 还有就是 我也这个 这个词啊 是一个议会词 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都很完美的展示了 它的意思 但 只有陕西人能懂 例如 把一个英雄 就是打架 啊 把一个坏人 打了一顿 看热闹人议论的时候 也可以说 哎 你还这丝 走得我也 点了一顿 我也 妹 哎 意思是这个 打它是正义的 打得对 那么陕西人就在这儿 就会 把它议会成 这个我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为民除害 这件事 做得好的意思 所以说 这个我也呀 可以用在 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 情况下 大部分 都能使用 就像我前几期节目 讲的 什么 刮皮了 你把皮擀了 这些话 为什么都成为口头禅了呢 成为口头禅的话 不得了 什么 就是 一词多意 最后变成了 意会词 那么意会词 就是方言 最有魅力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具体意思 但是他什么意思都有 这就是方言的魅力 方言的魅力 就是 本地人可以议会 根据语气的轻重 说话的轻重 语调的声扬 轻重 一个人的情绪和表情的配合 就能明白一个词 一个字 是什么意思 他 就是 一词多意 所以说 方言 魅力无穷 值得 记录 所以说 你比如说 口头禅 哎呀 你这房车 我也恨 哎 人家为房车 十多里 我爷的恨 啊 这一作子 发我爷的恨 这都能用我爷 哎 你想 让我把我爷 用在哪 我基本都能用 为什么呢 他就是一词多意 意会词 所以说方言 博大精深的地方 和 和高端 有文化的地方 就在于 一词多意 一词 无意 没有一个具体的意思 但又有一万种意思 哎 你就去谢吧 啊 你比如说 说一件物品 我爷 那意思是 做工精致 考究 哎 说人媳妇把屋里收拾的 我爷 那就是干净 整洁的意思 哎 呃 还有啊 我看一看 还有就是说 你穿了一件金大衣 好看 哎 你这大畅 我爷 你这一套衣服漂亮 他也可以用我爷 哎 说你这双鞋好 也可以 耶 啊 你这鞋我爷 意思 你这鞋又漂亮 又结实 又好看 估计穿着 也舒服 说你这鞋 我爷 哎 有羡慕 羡慕的成分在里面 啊 所以这我爷 你看这个这个 他有 他有无数这种词 所以说 我爷 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一个 接近口头禅的 万能词 陕西话里边 有无数万能词 也就是这个词 放在哪都行 有一万种的意思 那你想 我现在就是说 把这个 我也 给大家 指引一下 用一个词 可以 把 我也 翻译的 差不多 这个词 在普通话里边 叫什么呢 我也 在普通话里边 我也 就等于 完美的意思 哎 如果说翻译成完美 那么 接近普通话的词 普通话也有议会词 比如说这个 我爷 这个完美 那他不能说 还没有说像 陕西方言 关中方言这种 这种议会更深 就是说 但是大家也可以理解 你比如说 他是怎么说呢 比如说 哎 你觉得 我这房车怎么样 人就两字 哎 完美 哎 完美 那你就是议会吗 他说的是房车完美呢 还是你的价钱完美 还是这房车漂亮 还是你买的这事过程完美 他一个完美 你就理解 这是个好词 但是他说的是什么 你自己议会 这就是好玩就好玩在这 今天 这桌子饭吃的怎么样 完美 哎 你看这个完美 也是个万能词 这个完美呀 就相当于是陕西的我眼 但是还没有我眼那个语境和词意更好 但是已经接近了 因为完美大家能用在口头禅上吗 有一段时间 大家把这个完美经常用在口头禅上 问你这个事干的怎么样 完美 哎 普通话里的议会词 完美 所以说 陕西关中方言有无数的词 是议会词 一词多译 他没有具体的意思 但是他又把所有的意思都表达明白了 那么你学这个 学这个方言你就太难了 那真的不是学个汉语 学个普通话这么简单 他 他不能用文词表达吗 你比如说像我举例说明的 人说你这 你这 东西怎么样 说好 好 这就是一般好 一般般 那么 说你这东西怎么样 好 那么就是 比较好 不错 那么再说一下 你这东西怎么样 好 那就是特别好 那么在普通话 或者文字表达里边 都是一个好字 都是一个好字 那你这个好 在陕西方言里边 都是一个字 那么你在普通话里边 可能就会说 一般 比较好 特别好 非常好 好得不得了 是吧 那你翻译的话 是这样翻译 五种意思 但在 观中方言里边 就都是一个字 好 那这个好就来了 这个好就是 好多种意思呀 他议会词 都是一个好字 那么普通话 可能是变学习 大白话嘛 然后把 有些东西 可能说的比较清楚 但是失去了 方言 应该有的那种味道 和 词 深层的词意 那你比如说人说 好 这个好 是一般好 还凑合 我理解你 不容易了 你这是 就是凑合事了 说你做的 不用心 都是一个好 那这个好 说的轻一点 是吧 人家 陕西人 他这个说好 他后边还有好多词 好得很 好 真好 和这 好咋了 好得 他这个好里边 你普通话又翻译不了 他跟你那个非常好 特别好 好得不得了 还不一样 他都是特别好 他里边有赞美 有期许 有埋怨 有各种 各种意思的一种好在里 还有羡慕 基督恨 也是好 所以说 这就是大概举例说明 一个词 一个词的意思 都是一词多意 那么这个 我也是什么意思 就接近于完美 漂亮 做工精致 考究 整理的 收纳的非常好 各种意思 在里面 我也就是一个完美漂亮 等于 接近等于完美漂亮 的意思 但是你还解释不清楚 但是就是说 我可以把这个完美 这个这个 我也跟完美 画一等号 让大家好理解 但并不是 等于就是 我也就是完美 接近 所以说 今天这期节目 就到这 这期节目 本来是讲两个词 讲是细谎和 我也 结果就讲一个词 讲一个我也 其实我每一期节目 讲一个词 大家能理解的更好 啊 评论区留言 咱们互动 把这个词探讨的 也更到位一点 更到位一点 然后呢 看他都能用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的家乡 如果说 我也 你们家乡 有一个什么词 和我也相近呢 这个我也 我相信 陕西 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 包括甘肃一些地区 山西一些地区 河南一些地区 可能都都能听懂 我也 因为这个词 肯定就是 以前 官话的一个词 现在没有了 语言也在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 废弃 所以我为什么 着急的把方言 记录下来 我和大家 共同努力 把这个方言 通过影音 记录下来 我现在这个评论区 有很多这个 对方言特别有兴趣的朋友 也在不断的 在完善这个 呃 关中方言 我也收录了很多 我慢慢给大家 把这个讲 讲出来 咱们把它留成历史 啊 通过这个影音 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以后的人 最起码知道 我们当时说完美 怎么说 我们说我也 这我也这个词 哎呀 我个人估计 就是都维持不了多久了 包括细谎 细谎 我下一期给大家再讲 再做一个节目 把细谎给大家讲透了 啊 这期节目就讲到这 我也的恨 拜拜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陕西关中方言里边的词 细谎 细谎这个词啊 在陕西关中方言里边 基本上天天可以用 陕西人啊 他这个 有极大的悲情主义色彩 可能因为自己这个 呃 永远是兵家 必争之地 谁占据了关中 谁就占 整个会统治中国 所以说 关中这片地方 不得了 所以说 陕西人 有一种悲情主义色彩 孤独主义色彩 他又是毒狼 啊 又是 这个 特别悲情腔 前小靠后嘛 王朝 马汉 和尔一声 莫 护未来 往后退 王朝马汉 吼一声 琴腔主要就是吼 吼出来啊 他特别喜的 悲情 荒凉 孤独 呐喊 释放 所以说 陕西人 我会有点 我会有点 吼 吼 吼